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很熟了 虽然没记过 但是你们接受的理念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朱德西先生把这种情况叫做词类和语法功能之间存在意义对应的关系 应该说像印欧语系当中很多语言是这样的 就是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存在意义对应的关系 但是汉语是不是这样呢 这段文字我们已经学过了 这个红字是名词 我想我画了这名词在基本上没有一意 这个迎考书是名词 迎古是地名名词 疯人是官之名 是名词 这个其实债众原本也是一个疯人 后来受到郑庄公的宠信 才被提拔为亲 这个公是名词 食舍肉的肉是名词 小人是名词 母是名词 君之耕 这个君和耕都是名词 这是我们公认的名词 大家考虑一下这些名词 有没有所谓的始动用法 易动用法和名词活用作动词 这种情况 就你们的知识背景来判断一下 有没有这种用法 只有个别同学摇头 没有 就我的阅读古书的语感来讲 也没有遇到过 好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为什么这些词没有 下面这个蓝字是动词 包括 为 闻 有 似 舍 问 对 曰 长 和请 为 这些词 绿字是虚词 文之的知是代词 现于公的 呃 于是 戒词 这个阶长小人之时的阶是 副词 小人之时的知是连词 所以知有代词 我们现在知道有代词和连词 这些两种用法 以是与其词 为是否定复词 情以为之的 以是戒词 好了 呃 这些大家也都没有什么意见 是吧 呃 有意见的是 首先这个有限于公的限 我们没有涂色 为什么没有涂色呢 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名词 还是一个动词 因为它做 有的宾语 做有的宾语 从这个功能上来讲 它应该是一个名词 但是 根据我们 这个一般的 古代汉语词汇知识 我们觉得这个限是奉献的意思 主要是地位低的人 尽限某种东西给地位高的人 呃 我们讲课的时候说 这个有限于公 实际上应该是有所限于公 现在这儿已经 转指 所限的东西了 那么这算词类活用吗 算动词活用作名词吗 好 这是一个问题 公刺之识 这个识好像大家都没 没什么意见 是吧 食物 呃就是一个名词 这个后面这个识 是名词还是动词呢 在这个语境当中 我们学习的时候 是把它理解成动词 是吧 是在吃的过程当中 把肉放在一边没有吃 是在这儿是陈述识这个过程 这个行为 那么这个食舍肉的识 和公刺之识的识 是什么关系呢 其实识是一个行为 刺之识的识是所识 识这个行为 设计的对象 支配的对象 那么为什么我们毫不犹豫的认为 前面一个识是名词 后面一个识是动词呢 而不把这个刺之识的识 跟那个限一样 都看作是动词活用作名词呢 有的同学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在现代汉语里面 食 还可以指食品 食物 等等 就是他做名词的用法还比较多 而且我们一番 这个古汉语字典 也都有食 做名词 食物讲的这个意象 而现就没有这个意象 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但是这个原因好像都不是特别充分的理由 不是能够让我们幸福的理由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还有街场小人之食语 这个食 这个食也是个麻烦 他前面带了定语 说明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名词 但是这种定语 大家注意 古代汉语当中这种零属定语 不能够证明后面的成分 一定是 这个名词 因为小人之所食 你们不信到古书里面检索一下 一定有 小人之所食 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地方 在这个语境当中受韵律的影响 因为要构成四字格 所以把锁子省略了 就好比在披肩植锐里面一样 尖和锐都是指代具备这种属性的物体 但是在四字格里面就可以这样用 这样解释好像也能解释得通 对不对 通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想我们对古代汉语当中的词类的问题大致有一个印象 而且大家看 引考书做主语 引故封人做宾语 其中引故做宾人的定语 因此名词可以做主语 宾语定语 在这一句里面都体现出来了 后面 宫 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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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做主语 母做宾语 小人之识做常的宾语 定中结构小人名词作定语 君之耕是一个定中结构 做常的宾语 其中 君做是名词作定语 主语宥于讞语 可见 古代汉语的这个名词的基本功能 好像还是一一对应 跟这个句子成分还能对应上 动词大家看一下 为是做谓语动词 文是做谓语动词 有是做谓语动词 次是做谓语动词 舍是做谓语动词 实际上识也是 实和舍肉是一个伴随动作 好 公问之的问 做谓语动词 对是做谓语动词 约是用来引出直接引语的 用来引出直接引语 小人有母的有 做谓语动词 常是做谓语动词 后面这个常也是作谓语动词 这个请以为之 请是请求对方 那么以为之 是一个状中结构 用这些舍在一边的肉 放在一边的肉 来赠送自己的母亲 所以这是一个连位行事 请求这样一个 当然有的学者说 这个请求的内容是以为之 因此以为之是做请的谜语 好 这个我们不管它 这个谓语动词的功能 差不多也是合乎前面那个表格的要求 这样去看上古汉的词类问题和活用问题 不就很简单了吗 也就是说我们在研究古代汉语法的时候 大体上是可以根据句子功能 句子成分来给词定类的 但是可能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毕竟选的这段文字比较精心 下面我们就以字为单位来看一下 就左传当中这个美字的主要用法 大家注意 我们虽然只举了一到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句 而这些例句后面都有更多的例句来支持 我们先看一下骑庆丰来聘一定是到鲁国来聘问 举行聘问这个活动 骑车美 骑车是庆丰的车子 这是主语 美是形容词卫语 描写这个车子的性状 形容词美作卫语 好 刚才我们讲的形容词 第一功能是做卫语 下面只有美锦 不使人学制烟 您有漂亮的丝锦 你不会拿这个丝锦 让别人学来做衣服 人生本来就很不容易 假如你娶了这个女子的话 恐怕你不会得好死的 获死就是获得正常的死亡 自然死亡 不获死就是横死 腰折 天下多美妇人 天下有的是漂亮的女人 何必一定是这个呢 是是做判断未语 是这个 美妇人 美作定语修饰妇人 下面 几恶而略美 为婚 自己 有很多的罪恶 犯了很多的罪 可是呢 却去抢别人的美名 自己做 做的事情很差劲 但是 他很善于 把别人的好名声 加到自己头上 那么这种做法叫做婚 这种做法叫做婚 这个美 是做略的宾语 在这儿转指了 是不是 指这个具有美好 这种属性的名声 一个人很贪婪 而且呢 这个 败坏 毁坏 自己的职务 也就是不把自己的职责 当回事 这叫做 这叫做墨 杀人 而没有 忌讳 没有避计 这叫做贼 下面 亭 亭 亭 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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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各种礼品 就是院子里 摆的礼品 有上百件 还要加上 树柏 和美玉 这样呢 产 这个天地之美 都在这里了 天地之美 是做主语 而且美的前面 还做 有定语 这个美是 转指具有美好 这种属性的 各种事物 那么有些同学说 这个地方美 能不能看作自止呢 就是天地的美 你在这里都能找到 当然也可以 无论是自止 还是转指 这个美 都不再是 指向一种属性 而是 这个 都只成化了 好 见孟献子 尤其史 尤其史就是责备 他的住的那个房屋 为什么呢 说 您有 美好的名声 林文 就是 好名声 而美 其实可是呢 自己又把屋子 搞得 这么漂亮 这不是人们 所希望看到的 那么 这个美 怎么办 始动用法 很多同学毫不犹豫的说 始动用法 但是这个始动用法 应该是 你们觉得是 一种临时性的用法呢 还是 很常见的一种用法呢 很常见 这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语感得出来的 既然很常见 为什么还看作是 这个始动用法呢 始动用法 是一种活用 这个活用就不能够太多 偶尔一用 如果这个数量很多 那就不正常了 那应该是 它的一种 比较固定的用法了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 这个 美 应该是说 应该说 它是一种 比较有代表性的用法 虽然是 大家通常所讲的 这个始动用法 好 现在我们如果用美的用法 回过头去再来填这个表格的话 我们就只好说 形容词可以做主语 做谓语 做宾语 做定语 做壮语 是不是 等后来 产生了这个 动部结构以后 形容词是 做补语能力最强的一类词 假如 一类词能够 都有这样的功能的话 看来用句子功能来 区别词类 就比较危险了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